一分钱一分货 这句话适用于跨越所有的海尔兹品牌 红袋型号里面是不会出现 海尔的高配 宝杀 卡萨地 低配这样的状况 大家好 我是不仅带你看懂豪宅 更带你看懂家具品牌的汉拿润 从爱探斩每一期视频发出后 后台网友会收到这样一类私信 他们会问 有什么好用的家具产品 可以推荐给我妈汉总 这一类的问题 我通常是不会回复的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 你是打算自己用呢 还是送给亲戚朋友 你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居住的城市在哪儿 房子互信有多大 家里有机会人 你的预算是多少等等等等 所以从今年开始 我就一直想做这样的一个视频 跟大家一起解读市面上的家具好物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群 能够帮助不同需求的人 解决什么样的居家难题 那大概在四天前 我很荣幸收到了海尔集团 给我寄来的四个电热水器 那其中有一款 就是海尔的高端子品牌 卡萨迪的双胆CJ7 其他另外三个 是海尔的主线品牌 扁桶双胆PAD5 短桥双胆BK3 以及小先进双胆F5 海尔的产品定外有一点我很喜欢 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这句话适用于跨越所有的海尔子品牌 除非是半代的产品 不然同代型号里面是不会出现 比如说海尔的高配 爆杀卡萨迪配这样的状况 因为海尔的高配 自然而然的 就会被划分成为卡萨迪系列 如果大家对品牌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我的另外一个视频 我会在那里详细的跟大家聊聊 卡萨迪这个高端子品牌 或许对你有些帮助 由于电热水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 很多很深刻的技术细节 我们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但是还是有必要花一点点时间 搞清楚电热水器的工作原理 顾名思义 电热水器就是只通过电力 使加热管加热出水淡里的水 从而获得洗澡用的热水 类似于电热水壶 但由于物理的限制 它并不像燃气热水器一样 在需要热水的时候 你可以瞬间开火烧水 所以也为了能让居住者 更加随时随地地用上热水 除了烧水功能之外 它还需要一个 可以长时间存储热水的内胆 那这就是一个最基础的 电热水器的原理 然而现实远远要复杂得多 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 一个内胆的储水量 并不能满足一家多口人的 连续洗澡的用量 因为人们更是希望热水是持续供应的 而不是烧完一缸又一缸 所以各大品牌也推出了 Double O System 也就是双内胆加热管 交替加热的设计 双胆设计可以说是 电热水器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因为它直接拯救了一批 不方便使用燃气热水器的北方人 这使得它用资格和燃热水器 正面交锋 打得有来有回 再后来更大容量的内胆 更强大的加热功率和保温能力 也出现了 而这些也逐渐拉开了 不同品牌 不同型号之间的段位差距 那如果你听懵了的话 下面你只需要记住几个关键词就行 内胆材质 容量 外观 连续出热水的时长 加热功率 保温能力 额定最高温度 健康清洁度 这些参数将直接决定了 不同品牌 不同型号之间的价格和段位 还有品质 首先请允许我隆重的介绍 KASADY CJ7 也就是我身边的这台机器 如果我问你这四款中谁最贵 我相信你肯定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它 因为它的颜值确实是出类拔萃 金色的配色不简单 几乎彻底摆脱了塑料感 仔细看的话还有迷宫的纹路 十分体现高级感 这个机器还可以做到管路 全隐藏的设计 家里吊顶预留空间的话 还可以做全嵌入的设计 照顾了美观的同时 也照顾了实用性 如果你拿手像我这样轻轻敲打下 它的机体 好听 它就是好用 那市面上大部分的双胆设计 中间贯穿出水管 下胆进冷水 上胆出热水 直进直出的冲撞进上胆的热水里 只得冷热一混合 实际的热水就会变少 加热速度不就变慢了吗 但是塔萨蒂CG7的两个内胆 它们完全颠覆性的独立分开了 而且都还是采用了高品质的 钛金横护无缝内胆 可以有效的缓解冷热水对流 使热水输出量提升40%以上 日常可以多洗40分钟 有了它你就不用担心 平时热水洗澡洗一半不够用的情况了 因为它还可以实现85度的超大水量 水温更热 水量更澎湃 而且绝大部分电热水器的温度 都是在75或者是80度 85度可以说是真正的高端了 最重要的是 它还在加热体中添加了 泰素的抗腐因子 耐腐性提升了6倍 久用如新 可以延缓每磅的消耗速度 实现每磅终身免替换 无论你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还是在家照顾小孩的妈妈们 都能够节省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 不用被琐事打扰 说到忙碌一天后 冲凉泡澡 水质的健康程度同样不容忽视 在长时间的洗浴中 皮肤毛孔会迅速张开 如果水质不好的话 其实会对皮肤造成比较大的伤害的 而卡萨蒂CJ7 它则拥有行业独有的副丝矿泉浴 将矿泉水的理念引入沐浴用水 冲凉时全身放松 还能够实时滋养肌肤 如果你是敏感肌 爱漂亮的小姐姐 或者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 选择它绝对不会出错 总之 CJ7在外观内核这么优秀的情况下 它甚至还能够享受七星级的服务升级 享受全免安装 免费送货上门 免安装材料费 人工费 增值服务费等等 让你每一份都夸得安心 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 价位在3000到3500块的PAD5 拿个尺跟大家量一下 它真的只有310mm的超薄机身 轻巧零变 大小护心都能驾驭 外观它会科技感满满的幻影蓝色 放在家里任何一个地方都很百搭 海尔PAD5的两个内胆 搭载了双3000瓦的独立加热管 能够自由切换单双管的模式 那如果是早晚洗出用水呢 3000瓦的单胆就能够迅速炙热 不需要整胆加热 高效又节能 那如果全家要洗澡或者是要浴缸泡澡 就可以打开双胆模式加热 配合3D智慧洗科技 双胆交替加热 动态增容科技水量可以高达660升 能够边出水边加热 可以连续出水146分钟 全家接力洗都没有问题 另外海尔三重升级的专利金刚无缝胆 再加上告金加热管组成的告金特护系统 可以阻隔水中的钙镁粒子发生反应 不需要美磅的保护 也可以做到内胆加热管不被侵蚀 以达到美磅免更换的效果 买回家之后可以解放双手 不用再担心内胆漏水 美磅更换等问题了 同样它还有一个隐藏彩蛋功能 为了让大家在沐浴的时候 能用上纯净水质 PAD5多重深度滤镜易军功能 上下进出水管口均采用了易军材质 触控屏一键启动进化易军 实实在在给屏幕面前享受精致生活的小伙伴们 带来高品质舒适健康的沐浴体验 接下来第三款热水器 就是超短扁孔的磨合BK3 它的外观颜色采用了冰河影 扑面而来就有一种细腻典雅的纯粹质感 一般普通热水器都有79cm 而它却只有70cm 鲜薄扁桶的造型 无论是大户型还是小户型的浴室 都可以轻松的装下它 释放更多的空间 它的底部智慧磨合显示屏 可以完装个性沐浴 一键定制思想浴 智慧洗 瀑布洗等等 那思想浴可以给家人定制专属的温度 40度适合宝宝 37度适合家里的宠物 智慧洗也能够智能加热和保温 舒适用水不需要手动调节 瀑布洗搭载海尔动态的补水科技 增容倍数可以达到10倍 这意味着在出水的时候 热水最上28度的冷水 以40度水温出水 120分钟 遇上逢年过节的时候 全家团聚沐浴 根本就不用等待加热水的时间了 好 那最后一款 则就是拥有雪白机身的小先进F5 它虽然是这四款中价格最低的 但是性价比丝毫不逊色于其他 首先它的外观颜值呢 我相信是比较讨好年轻人的 没有什么老气的元素 简约高端还能当做镜子使用 彩色的镜面触控屏 还有动态肥灵展示 700毫米的长度 整体呈现非常鲜薄的年轻状态 其次是它的水质保护 在显示屏上可以实时查看水质状态 如果水质状态不好 你可以一键开启异军功能 异军模式开启之后 动态杀菌也更加安全可靠 高温异军再加上M式净水设计 双管旗下可以介绍过敏源 过敏新人也可以放心的沐浴了 轻薄机身搭载双管变频加热管 单双胆功率可调 双胆模式更是全家畅袭 热水水量充足 总之这么多的好处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大家可以听出来吧 哪怕是价格最低 性价比最高的F5 它也拥有非常好的功能 特别适合年轻小夫妻 刚刚装修好屋子 预算不多的情况下购买哦 理想生活上天猫 今天推荐的四款电热水器 都在天猫上有同款销售哦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大家选购呢 最后留个小问题给大家 明明这四款产品都不俗 但为什么海尔集团 不把所有的价位 都统一做成海尔的产品 而偏偏要把最高配置 放在卡萨地上面呢 或者换个问法 为什么海尔集团要打造 卡萨地这个高端子品牌呢 想知道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下期 卡萨地的高端家电之路 我是爱探宅的汉拿瑞 我们下期再见